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帶你看世界 大家知道 四月是一個非常不凡的月份 不僅是農年農月 而且各種與農有關的異象和天災 更是頻繁出現 譬如4月27日下午 廣州多個地方更是突發超強龍捲風加大冰雹 他的威力比得上地震 有很多廠房屋頂甚至被龍捲風扯起 還有居民養的雞被大冰雹摘死 截至當晚 冰雹至少造成5人死亡 33人受傷 141間廠房受損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有網民爆料 4月27日廣州下冰雹 不僅房屋和車被打穿 還有動物被打死 據多位廣州白雲區的網民透露 4月27日下午3點多 窗外的天空突然變得好像黑夜 隨後出現了超級龍捲風 有多個廠房屋頂的鐵皮被大風扯起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出現龍捲風的時候 烏雲蓋頂 龍捲風幻過的時候 電纜還閃焰火光 不僅大量雜物被狂風捲 在風柱四周圍飛揚 此後天空還出現了五度白光 其間不斷有電纜 以此短路爆出一團團的火光 場面相當令人震撼 就好像電影裏面的世界末日 我們可以聽到影片裏面的人 被嚇得不停大叫 嘩 一陣間有一個 嘩 因為一陣就一個火球 龍捲風還好像不止只有一個 看起來是三個並排 非速旋轉前進 而且所到之處 就好像噴火的龍一樣 電影都不敢這樣拍 那真是應了今年中共開年晚會的龍行搭搭 果然三條龍並行大發雷霆 中共總是一語成岔 不知道習近平的靈堂造型 何時成真? 據大陸媒體《廣州日報》報道 4月27日下午3時左右 廣州多地遭遇雷雨大風 日休息就好像晚上 據廣東省氣象局27日說 初步認為龍捲風強度是三級 屬於強龍捲 最大風力達到17級左右 大陸網民表示 太恐怖了 就好像鬥劫一樣 龍王爺生氣了 太可怕了 會不會真的好像電影一樣 將人捲走的? 4月27日中午過後 廣州增城珠村和花東五聯村多地 巨大的冰雹密集從天而降 網友發的相片顯示 大的冰雹就好像拳頭 小一點的也好像雞蛋那麼大 增城今次出現的冰雹 尺寸之大歷史罕見 這個已經達到國內之罪 不過是否是世界之罪呢? 還未知道 據廣州市增城區 珠村的幾位居民 接受大陸媒體採訪的時候說實 當日下午4點半左右 開始下冰雹 至少持續了40分鐘 有居民的汽車玻璃被冰雹突碎 有堆放貨物的鐵皮廠房屋頂 被冰雹突碎 還有居民養的雞被突碎 廣州市增城區 珠村居民朱先生 向大陸媒體表示 他的車的玻璃被突碎 當時哪敢出門啊? 如果突碎下頭 恐怕當場就沒命了 在增城珠村市場開鋪的黃先生說 冰雹大的 直徑有十幾厘米 好像拳頭那麼大 將市場屋頂撞穿 影片顯示 市場屋頂出現很多大大小小的洞 網民紛紛留言 這一場冰雹撞下來 不將人當場撞到投胎啊? 我人在現場 來了好幾部救護車 太可怕了 剛剛才4點 一分鐘天就黑了 現在就光了些 龍捲風過後 廠房塌塌塌塌 倒塌塌 很多樹也被吹塌 到處一片狼藉 關於龍捲風和龍吸水 自古就被人認為是和龍有關的 龍捲風由外形看 就好像個巨大漏斗 他的雲管下面 如果和水面接觸 就會產生非常壯闊的奇妙景觀 一條水柱由水面一直被捲到黑雲裡 民間經常稱之為龍擺尾、龍吸水、龍水捲、龍攪水、倒掛龍等 有學者統計 關於龍的記載 出現在 漢書、三角志、浸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徐書、華陽國志和水經柱的權威歷史書籍多達108次 還有就是 蕉倒化劫龍的時候 也會出現龍捲風的現象 走蕉 是指蕉由所居住的地方 沿河流進入長江 再由長江走向東海化龍 在這個過程 蕉的出現 就會同時有狂風暴雨 洪水龍捲等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節說到龍 他說 春婚而登天 秋婚而潛淵 再看看龍捲風的時節 剛好也大約在春天出現 在秋天消失 元朝官員楊宇的山居新話 是這麼說的 鄭之某子小韓後7天 即12月望新正黑 四黑龍降於南方雲中取水 趙傾又一龍降東南方梁久而沒 他在嘉興城中見知 據記載 這個下午 他一共見到五次龍捲水 唐宋之前 在正史最常見的記載 就是青龍見 或者黃龍見 宋代文人熊賣 記載了這樣的一件真實事件 第二是一位農夫 見到一個全身掌滿輪片 又叫聲好像牛的動物 頭上還有一個 直接將一位婦人嚇死的事件 柴月清代地方縣誌 有關龍捲風 或者龍吸水的資料頗多 也非常生動 譬如乾隆潮州虎智就記載 信知十八年 新丑下六月 有龍騰於喉柏嶺 盤繞全山 山盡末 經過處田爐街外 到了同志的時期 據熟名縣誌捲五記載 同志十年 六月七日 雲中有龍下垂 風雨隨之 自白興鎮 雄橋鎮子 分黑如夜 氣密人文 涉至空中者皆無恙 緊壞民房數家 關於龍捲風的古籍記載 早不升手 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樣的記載 而我們最近才和大家談過 四月二十五日 香港空中出現的那條水柱 一直從雲裡穿到地下 而其他地方 即使烏雲密布也沒有下雨 大家聽了古籍裡的記載 若果你也相信這些歷史 也相信龍的存在 那麼這個議象 是不是和龍有關呢? 而從四月二十日起 廣東多地就出現大暴雨 肖慶、韶關、清遠和江門等地 發生嚴重水災 四月二十六日 肖慶市山泥傾瀉的遇難者 家屬江先生 向大陸媒體表示 二十一日凌晨 他所住的那條村 因暴雨引發山泥傾瀉 一塊巨石由山上滾下來 窄著爺爺媽媽和妹妹的房間 水和泥衝進房間裡 他們都被活埋 三個人被救出的時候 已經身亡 而兆關江灣鎮 更是整個鎮發生山泥傾瀉 河邊靠山的所有房屋都不見了 全部都被埋在泥水之中 情況非常危急 因為道路受阻 救援人員和設施 無法及時進入救援 截至目前 官方還未通報山泥傾瀉 導致的民眾傷亡情況 已經這麼久了 要麼就沒有救援 要麼就為時已晚 這麼嚴重的災情 為什麼沒有跟蹤報道 因為官方媒體 還未想好怎麼作故事 除了廣東爆發水災 地震也頻繁發生 據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 山西林芬市 雙芬市 25日晚上9點 發生黎克特製3點2級地震 震源深度16,000米 中國網民紛紛在網上留言 鞠躬都感覺到 嚇到我立即走下來 運成新人感覺到 臨墳搖都感覺到 後馬震感非常明顯 4月28日 中國地震台通報 中午11點43分 黃海海域發生黎克特製4點4級地震 震源深度3000米 該地震消息衝上大陸多個社交平台熱手榜 大連、煙台、威海等地的民眾都表示有震感 網民留言 大連地震啊 將床搖了兩下 我在山東威海 我覺得搖了兩下 大連感受到 梳化在搖 嚇了我一跳 將床在搖 在呂順 大連高新園區也感覺到 我在15樓 雙下搖動了好幾次 在煙台震感明顯 小米手機的預警 為什麼沒有響? 我們一直也和大家說 地震前是有徵兆的 譬如在4月23日 台灣又爆發地震 今次地震之前 台南就出現異象 白隻鳥在空中不停走轉 當時目擊者就擔心 會不會地震呢? 4月14日 一名姓林的男子 第一下午5、6點 在新營區 見到一群鳥盤居天空 黑媽媽的 奇怪的是 雀鳥並沒有打算飛走 而是呈現奇怪擺陣 不斷在空中 吞吞吞鎮 由影片的畫面可見,天空雲層相當厚,而一群雀鳥就聚在一起,不停在空中繞圈徘徊,一點都沒有想飛走的意思。 姓林的目擊者也向TVBS新聞網透露,當時403大地震之後,說最近加爾也要注意地震。 當時不少人會拍攝地震問,他那天在台南身影就看到這個奇異景象,他也覺得相當詫異。 結果,台南異象剛剛才出現,4月23日就爆發大地震。至於是不是地震前的徵兆,信的人就提前有個準備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這一天就好像追世界之罪,這麼多年沒有出現過的異象幾乎都出現了。 冰雹也越來越大,水災越來越驚人,也越來越提前。地震不僅頻繁,而且還會發生在罕有地震的非地震大地方。 這一切的一切,其實都是告訴大家,人類已經在劫難之中。 如果有人看得明白,現在悔改或者會有一線生機。 但是如果仍然要執迷不悟,不信神,不精神的話,或者很快就會被淘汰。 畢竟大難面前,人類的科學就如同虛切。 或者能告訴別人,災難的來臨,但是就永遠不會有躲避災難的辦法。 人類也只不過是從一個地方走爛到另一個地方。 但是古雨有雲,該河裡死的不會在井裡死。 有個人就是在民村地震的時候走到玉樹,結果最後死了在玉樹的大地震。 走,永遠不是辦法。 我們也說過,很多有未卜先知管事的人,也會選出自己或親人的大劫,也走老。 但是永遠走不掉命運的安排。 唯一能夠避過災難的,就是做神眼裡堂堂正正的人。 做善事,不作惡。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我們下次見。 予告 高低位浪梅 對手 wherever surprisingly, 搭Вリ で手 承 horse 熱